今年台北市設施100年 我們赫然發現台北是一個有歷史的城市 那麼在這個有歷史的基礎上面 再往前看 讓台灣有更美好的未來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黃金介先生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行者 美麗島事件的主要人物 在1979年台灣還在威權時代 他創辦美麗島雜誌 這件事情對整個後來台灣民主自由的發展 有深刻的影響 我們熟悉的黃金介先生 不僅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行者 李登輝總統更稱他是台灣精神真正的代表者 也是鄭蘭後輩所稱的 歐吉桑 在黃金介先生的政治生涯當中 他有草根性 但是他也有追求理想的堅韌性格 我想日資他人都知道說 他是一個很心胸開口的人 所以他有草根性 但是他對民主自由的進程 他也相當堅持 那這種寬闊的胸懷和堅持的個性 也正是台灣一步一步走上民主自由的一個關鍵 那在這地方分享過黃金介先生在一次演講當中講過的話 我是台灣人 我愛我的台灣同胞 我愛我的台灣鄉土 從而我投入政治 從政的目的就是讓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或者安居樂業 可以幸福美好的生活 黃金介先生的理念 也是我的從政理念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就像我以前當過30年的集中症外科醫生 當醫生的一個信念 就是把一個生病的病人給他醫好 讓他可以重新過著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 那今年3月我們台北市政府在市政會議就 今年3月台北市政府在市政會議 已經正式的會議通過 將原山這個地方定名為黃金介廣場 那麼其實我站在這個地方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歷史性的地方 事實上2000年 比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 選前之夜 就是在這裡 中山足球場 我也在這裡 那聽說這個地方 也是黃金介先生在生前散佈運動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不僅可以連接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記憶 也可以表彰黃金介先生對台灣民主的重要貢獻 那本來我們要在這個地方設一個 小型的一個紀念廣場 不過因為原山遺址的問題文化部還有他的意見 所以還沒有辦法去正式去做一個硬體上的建設 不過不要緊我們還是會繼續努力 那也希望說在原山遺址的這種事情考察到一個段落 我們可以重新把這個計畫去把它完成 那最後再一遍感謝 新改憲對台灣的歷史的付出交的貢獻 我感謝今天來參加外黨的各位嘉賓 我們向新改憲致敬 我也相信 新改憲雖然現在不在我們的身邊 但是要精心地繼續努力 我也相信以台灣為名 以民眾為本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政治要追求人民的最大福祉 福祉 所以最後我們繼續打命 繼續努力 好 多謝各位